结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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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李军访谈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 新疆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非常意外 也真的是非常吃惊的事情 就是说大量的民众 应该说首次走上了街头 最后甚至走在市政府面前 甚至有的还进了市政府那边 干嘛 要求解封解封解封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有关这个乌鲁木齐 新疆的几个城市 已经被封了一百天了 一百多天了 我上次讲过 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我想象不了一个城市 被封一百多天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这时候 这些人会走出来呢 我想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第二个这里面很多的细节 也确实让人非常震撼 当然这个事情的缘由 还是新疆大火 那么在23号晚上 在新疆的时间嘛 它有个小区 这一栋楼发生了大火 那么这个大火之后呢 最后造成了官方说是十人死亡 那么九人重伤 但民间的各种说法说 其实大概有三十多人 说三十四人 有的是说四十四人死亡 说绝对不止这个数 因为这个数只是为上报领导们 因为如果超过可能十几个 或者二几个 他就要承担多大的政治责任了 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 国内经常是这种情况 所以反正这是一个很痛心的火灾 那么火灾里面呢 还有好多孩子都死了 最小的孩子据说只有三岁 那么有个网友说 他生于疫情 他离开于疫情 他来了 他很可爱 但是呢 这个人类啊 没有给他任何美好的东西 哎呦 我看了这个东西之后 真的有点受不了 吃不消 就是这么小的孩子 到最后在这三年当中 就疫情中度过 然后还没知道什么事呢 一场火 就没了 所以这个真的让人非常悲痛的事情 那么根据网友 不同的网友 从不同角度的啊 来回馈的一些信息 包括BBC的一些调查 都证明了这次火灾 其实正常情况下 不会死这么多人 因为大家知道居民楼火灾 如果快的话 那很快就灭掉 不然不会大火 对吧 那么他是15层烧 一直烧到了21层 烧了7层楼 那么烧了三个多小时 那么消防队呢 其实车很快就来了 但是呢 他们反馈的情况是什么呢 门是锁的的 钢丝封上的 这个消防通道是堵死的 楼道也是堵死的 然后很多地方 还有很多栅栏铁皮 所以使得这些救人员 根本进不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把这些东西给他清理掉 然后水龙头才靠近那儿 才在军变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呢 花了三个小时时间 大家知道救火呀 一分钟 他火情都是一个样 烧三个小时 那里面房子又封死了 如果不封死的话 这些人他可以离开房子 因为他烧就那么几间嘛 我跑到邻居家 或者我再跑到另外一个楼梯下来 到其他地方去 我就不会有事了 所以这个东西完完全全 就是因为封城 而且是这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封城 就是把你门也封上 楼道也封上 消防通道也封上 到最后发生火灾了 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 但是让人感到 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 乌鲁木齐政府在说 为什么死这么多人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他说部分民众在火灾中 这种自救的能力比较弱 这是人话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明明是你把人封成这个样子 人家想救都救不了 到最后你说他自防自救能力比较弱 反正这个已经 就没有词来形容了 我想骂我都找到这个词来骂他 那么正因为这些事吧 就是说应该说在乌鲁木齐 这民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然还有些其他事 所以到了下午时间 很多民众就开始走出来 不管了走出来 然后走到他们先走到什么 先走到社区 在社区里面抗议 就是要解封啊 解封啊 那么在社区里面 其实说实在的 可能很多社区的这些官员 他们也没办法 我看到一个最经典的视频 一个社区官员他怎么说 他说市政府在那研究 明天两点钟一定给你们解封 如果市政府不解封 我给你们解封 这个官我也不想干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啊 通过他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其实基层官员他也吃不消 他也被封啊 你以为他不封吗 所以那么这些民众呢 也可以说他发现可能在基层 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大量的民众啊 开始走向市政府 那么在走的过程中啊 那么应该说啊 这次呢还让我感到比较意外 为什么 因为到现在为止就是他并没有发生这种强烈的警察和民众之间的暴力冲突 警察好像有蓝的 但是呢 这些人到了市政府名前 并没有大量的警察来围攻他嘛 水龙头啊什么东西 就倒没有这种暴力现象 那么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是什么 一种原因就是这个 现在毕竟中央20条摆的呢 你不能一刀切 那你乌鲁乌其封城100天 是不是一刀切啊 这肯定是一刀切嘛 那么这种情况下 民众有意见 我觉得正常的 所以他可能考到这里 他不敢硬栏 第二个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呢 警察也反了 警察说 他也给封了100多天了 他也恨不得赶快解封嘛 因为很多地方都解封了 那么而且我想 他们民众有可能很多人是能上网看到世界杯的 人家一看 这个世界杯大家都挺好嘛 挺正常嘛 活着挺滋润的嘛 一个个不戴口罩嘛 大家都很happy嘛 怎么中国这么惨的 天天给封在家里头 封了100多天呢 那么我相信这种民众吧 他这种要求应该是挺 真的是一种非常合理要求 那么我当时也看到啊 就是有这个 说是副书记呀 或者书记呀 最后他们也也走出来了啊 也跟民众当面做些沟通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难得的事 还能有这种好事情发生 有一个市民跟那个一个市委副书记的对话特别精彩 他说什么呢 他说到底什么时候解封啊 他说现在疫情嘛 你看怎么办 然后那女的说 我得了这个疫病 我五天就好了 可是你封了我四个月 我可以得20次都够了 哪有这么疯的 这个话真的是这样 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录音啊 那么现在呢 应该说新疆这一次的这种民众的抗议啊 可以说是在新疆的历史上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首次 因为大家知道 原来中共对新疆的控制是非常严的 包括这次封控也是最严的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有这么多民众啊 能够走上街头表示一种正常的抗议 受不了了啊 我觉得说实在话也是叫真受不了 一百多天的封城 我相信这个也创了历史记录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世界上 可能真的没有这样的县力 那么新疆的人 我觉得他们也真是容忍度 还真的是非常大 到最后是属于忍无可忍了 但下面不会怎么样呢 就是至少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说市政府同意解封 那么能够让大家过一些比较正常的生活 那其实这个病你犯了 在家调养 调养就行了 严重的赶快到医院区治不就完了吗 有必要把一个城市封成这样吗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 既然现在中央出了这个20条 那为什么乌鲁木齐还不解封呢 这是个关键问题 所以我个人理解 因为我对中共的官员还比较了一套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特别是像乌鲁木齐那种地方 他们很多官员还什么呢 凝左不右 为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各个地方是解封了 但解封之后 你看无论是广州也好 各地方他疫情肯定往上涨 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这个疫情往上涨之后 会不会习近平或者是这个中共的高层 最后又来算账呢 算到最后呢 又算到地方政府呢 很有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可能有的地方 你像广州啊 像这个北京啊 像一些地方啊 他相对来说 政府比较开放一点 他就开始解封了 那么有疫情就有疫情吧 怎么办呢 那这个病毒本身就是感恩力这么强 死亡率又极低 你让他没有也不行 但大部分人可以调好嘛 对吧 但是如果中共从政治上 这个习近平这个总清零政策不变 他一定有一些地方 他不敢 他怕到最后共产党搞清算 共产党搞清算 历史上太普遍了 对不对 到最后如果说各个其他地方失控了 新疆还没有失控 他病例控制的 封城嘛 控制还行 到最后弄不好 他又成了新疆典型了 所以这些官员啊 他心里考虑的并不是老百姓怎么样 他是考虑的中央政策会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讲了 根子上还在哪里啊 还是在习近平 对吧 就习近平他定了这个清零政策到现在 而且他的总方针也不变 但底下呢 他也搞了个二十条 所以我上次说了嘛 我说这个二十条出来之后地方政府怎么干 都是对的 怎么干都有可能是错的 就看中央怎么定的性 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媒体报道 说是采访过内的一个大陆的民众 那个民众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这么说 他说哎呀说现在这个抗议可乱了套了 我们现在好像怎么做都是对的 怎么做都有可能是错的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有点乐 我说这个是我们的粉丝吗 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么准确的话 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从现在开始 这个我觉得中国的防疫进入大乱时刻 因为确实是各个地方完全都是根据自己的东西 来制造一些具体的方案 那么新疆这块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个新疆民众这样走出来是件好事 一定要让政府听到你们的声音 不能再沉默了 再沉默下去可能死的就不是这十几个人 或者是更多的人 会有更大的灾难出现 所以这次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吧 就是最后新疆还能这样走出来 那么下面一步 这个中国的疫情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疫情啊 往下走的话 正常情况下 它这个总量会持续上升 因为你稍微放开一点 它毕竟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疫情的并不可怕 但是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的就是对民众的洗脑 现在很多民众已经洗脑到这种程度了 那你告不告诉他真相呢 你如果不告诉他真相 他就会非常恐惧 哇 你这个一下子感染了一个 就像上次富士康一样的 采访一个里面的一个市民 对吧 他就说 哎呀 我那边有一个阳性 天哪 我怎么办 我万一感染上 我这一生就完了 哇塞 我说 一生就完了 那拜登都感染两次了 川普也感染一次了 美国这官员好像就没有不感染上了 基本都感染上了 那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但中国民众洗脑洗成一样 所以现在中共他也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告诉民众真相 那就等于说 好家伙 原来你们一直在骗我们 为了这个所谓的清零 一直在骗我们 原来这个病毒是这么弱的一个病毒 那么 但是你如果这个不告诉他呢 那么在这种开放的情况下 他又会造成巨大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又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 所以现在应该说是非常复杂了 整个这种中国的防疫政策非常复杂 这到底会怎么样 下面我估计习近平他也没招了 但是他现在呢 他已经把这个锅已经甩到地方政府去了 因为二十条出来以后 基本上他以后不用背锅了 无论是经济出问题 还是疫情出问题 还是怎么样 还有老百姓出来反抗什么的 都跟习近平关系了 都是地方政府的事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下面一步 当然现在这个好像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抗争 像北京啊广州啊 一些民众也开始走出来 就是反对这种 哪怕是封小区也好什么也好 所以下面一步会不会又从各个地方来讲 各个地方的抗争越来越多 形成一种抗争潮呢 这个也真的很难说 所以这个人民的抗争 是不是从这又开始的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 是吧 那么当然了我们希望这个疫情 能够在中国这边 能够按照一种正常的思路去做 把这个民众的损失减到最小就停了 像美国他其实经过防疫之后 也有损失啊 怎么可能没有损失 毕竟有些老年人各方面去世的 也不少 但是他对整个社会的动荡影响 确实是比较小的 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 我相信中国也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我也希望很多民众 如果看我的节目的人 咱们就放下恐惧 不要害怕 真的 这个病毒现在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 当然了 我也防止另外一种情况 大家知道如果他不变种的话 那如果他后面又发生变种的话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希望让中国人也尽早 走入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 好 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事 那么因为是临时加的 我看到新疆这事 就赶快出来说一说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给我们点赞 然后跟我们留言互动 也欢迎大家上来看手印 我在这里表示 谢谢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